你说你个养猪的咋这么喜欢跳舞呢 什么话 那你妈都走二十来年了 我一个人喂完猪我不跳舞 我干啥呀 那你天天早上起来喂完猪 先来段民族舞 晨练 中午喂完猪来段现代舞 舞练 晚上喂完猪又跳广场舞 黄昏练 黄昏练 不是 就是黄昏的时候再练一段 你现在啥音乐你都能跳 那就前两天 咱猪圈里那两头猪干账 你愣是个前面跳了段街舞 不是那能怪我吗 那他俩干账那叫得太有节奏了 跟电影人似的 那我能受得了吗 你再说了你这跳舞多好啊 不但锻炼了身体 还跳出了活力 你说我现在多年轻啊 我这一出门人都管我叫大哥 大爷什么时候点菜 你管谁叫大爷呢 老妹你也咋了 说啥呢 看好了 这个是我女儿 小伙你好好想一想 你应该跟我叫啥 老丈人 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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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那个人还没到呢 一会儿那个在点菜 去吧 好的月父 姑娘我好像把你架出去 爸 你先别跟我闹了啊 我跟你说正事 一会儿来跟你相老伴的 这个邹阿姨啊 人可好了 长得有喜气 你可得把握住了啊 放心吧 闺女 等一会儿见面 我杀了钱给她来到拉丁 我杀 我一下子就申服了 爸 不能跳拉丁 不喜欢拉丁啊 来个电影也行啊 行 不能跳舞 养猪的事也不能提 那我不提我养猪的 我说我干啥的 你就说你是做企业的 那不是骗人吗 那怎么能叫骗人呢 我们家那么大个养猪场 那不也是企业吗 哦 也是 放心吧 爸 我这不都给你选包房里了吗 肯定没有音乐啊 行 只要没有音乐 我肯定能挺住 好嘞 我好上节奏呢 哎呀 人来了 爸啊 我哪儿呢啊 哎呀 哎呀 阿姨 你来了 不好意思 姑娘 路上有点堵 来晚了 哎呀 不晚 不晚 我们也刚到了 周阿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呀 是我爸 爸 这是周阿姨 别跳了 爸 这咋没有音乐还扭着了呢 我看到他那一刻 我心中就想起了音乐 先别想了哈 只要你今天不跳舞 不踢猪 这事就能成一半 明白了 我不跳舞 我不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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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舞猪 你好 大哥那你到底是姓舞啊 还是姓竹啊 我爸在家排行老五 鼠猪 对 我姓方 武术大侠 方是一对方 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姓周 拳击冠军 周世明的走 周阿姨 快坐吧 坐坐坐 来 坐吧 快坐 来 都坐都坐都坐啊 你坐 你坐 姑娘 你坐 你点菜 那您看您想吃点什么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我们这什么菜都不拿手 一般都用筷子 谁问你咋吃了 我说你们饭店什么菜做得好 我们这以川菜为主 您可以尝尝我们这的辣子鸡丁 很有特色 另外 我们饭店使用的东西 富红飞转筋大多油 让您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 喂 我这点菜呢 一会儿给你回啊 我说你们现在上班的时候 手机不能调成静音吗 我们这人听不了音乐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点完菜就调啊 喂 喂 我不跟你说了我一会儿给你回吗 我们这有人听不了音乐 你不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 现在就给我调成静音 好嘞 调完了 调好了是不 一会儿要是再小 我就把它摔了 放心吧 老妹 来吧 点菜 来份水煮鱼 水煮鱼 辣子鸡丁 辣子鸡丁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翘连白 翘连白 曾阿姨 您看看 您还想吃点什么 不用了 点多了浪费 不够吃再点 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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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美啊 我到了 见着面了 放心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 我闺女 老妹 这回不是我的想 我知道啊 我这不是怕他一会儿想吗 啥呢 放心吧 他以后也想不了了 我陪你一个不完事了吗 这事整的点个菜 还打个手机 大哥你是做啥工作的啊 我是做企业的 啥企业啊 啥 我是做 副食品原料活体培育的 哎呀大哥 你这职业我都没听什么 说过呀 那这规模得挺大吧 那可不 三百多头呢 啥 人头 对对对 三百多人头 这三百多人头得挺不好管理吧 好管 那倒点胃就行 那不为什么不行啊 不会真恰价呀 恰价 他那个 阿姨啊 我爸培养的这个是狼性团队 都得争强起来 姑娘你净扯 那狼方里头真一切不白干了吗 狼肯定没有啊 但是我门口讲的条狗 也是狼狗 是去让养狼狗吗 不在市区啊 可聊钟呢 那这三百多人来回往返能方便吗 不往返 公吃公住 哎呀大哥 那听你这么说 你跟你的员工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啊 一家人 肯定是达不到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他们看着我都可开心了 摇头晃脑的 那个 大妹子 你有啥爱好啊 我平常就是种个草 养个花 看看小说 弹琵琶 哎呀太好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啊 真希望能听你弹上一曲啊 哎呀爸 你看今天也不合适 周阿姨也没带琴是不是 是啊 谁除了吃饭还带琴呢 改天再给你弹 不用改天了 我们这有 你知道啥琴呢 我们要琵琶 巧了 别的没有 就琵琶 怎么 你们饭店还有琵琶 我们老板娘喜欢琵琶呀 啊 你们老板娘的琵琶 那还得特意去取 就不麻烦了啊 麻烦啥呀 你看这人 这不搞这儿呢 阿姨 真没想到 这饭店还能有琵琶呀 这不弹都不行了 我调调弦 来来来 来来来 行啊 处处堵我是不 包房里有琵琶 你们咋不等个乐队呢 您的宝贵建议 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我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为客服服务 是我们应该做的 来 给你来 我来 还要是弹琵琶了 我是不是就能跳舞了 爸 不行了 不行 那我 那我听出音乐 我受不了啊 爸 你必须得控制住 大局为重 这样的啊 你把手呢 做屁股底下 我按着你啊 来来来来 能行吗 这 调好了 那我就 现丑了 哎呀 大妹子 您弹的真是太好了 有这么好吗 好啊 我仿佛都到家了 我都 这怎么听我弹个皮 你还到家了呢 那个 姨呀 我爸的意思是 你弹得好 好到家了 爸 别激动啊 阿姨弹得是好 但是咱得先吃饭 是不是 对对对 来来来来 吃饭吧 吃饭吧 来 吃饭吃饭 来来来来 吃饭 你爸这干啥呢 阿姨吧 是这样的 我爸吃饭之前吧 他有个习惯 他得先活动一下舌头和口腔 实力香 啊 这么回事啊 那行 咱也快吃饭吧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怎么听你俩弄完 我不想吃 那个 大妹子 你看 咱也聊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我这个人 咋样啊 挺好的 人也实在 最主要是幽默 那咱就处处 处处就处处呗 哎妈 太好了 畜生了 妈呀 太好了 爸畜生了 你说这关 咱算是顺利通过了吧 不能再有啥意外了吧 放心吧 爸 有我在呢 别说这点小音乐 就是来个乐队 我都给你整的 明明吧 哎 太好了 姑娘 乐队来了 你开整吗 美女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你们想啥意思 您不是建议我们组队吗 乐队 组来了 你们是没事闲的 来 没事闲的乐队 给大家来一段 哎呦 不是 那个 不用再练练吗 不用 走曲 妈 妈 我受不了了 停 小范 哎 你爸这啥毛病啊 那个 我爸他跟你出 他性他高 他听 大妹子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这个人啊 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跳舞 那孩子他妈走这些年呢 我一个人待着 也没啥事 苦闷的时候 就愿意跳跳舞 这不就越跳越爱跳 越跳越敢跳 现在已经到了 逢曲儿必跳 每天必跳的程度了 还有 其实我那个企业 就是养猪场 那你那三百多员工 哪有员工啊 都是猪啊 怪不得你吗 我说你吃饭 你说 那你说你跳舞就跳舞 养猪就养猪呗 你瞒着我干啥呀 这不是 这不孩子跟我说 你喜欢看书 喜欢静 怕咱俩爱好不合 也怕你看不上我 想跟你建立一个好印象 你这孩子这事办的 阿姨我就得说你两句了 你爸辛辛苦苦 把你拉扯这么大 他容易吗 他有点爱好 你应该支持啊 再说 养猪怎么了 你爸不养猪 人人都不养猪 以后 炖孙恩菜上哪儿找排骨 上哪儿找白肉 上哪儿找血肠 那孙恩菜它得多孤独啊 这以后东北 就没有杀猪菜了 大妹子 我听明白了 你是卖孙恩菜的吗 不是不是 我想说 你到底烦不烦我跳舞啊 我烦啥呀大哥 我老头子走了以后吧 这家里就一直空落落的 我就怕净 这才开始学的琵琶 你要能折腾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哎呀 那太好了 那你弹琵琶 我跳舞 天天算在动排骨啊 改名啊 你也叫叫我说 回头咱俩一起跳 那改名干啥呀 咱现在就跳吧 哎呀爸 这包房里也跳不开呀 姑娘你说的对 真的 咱们去大庞跳 正好乐队也在那儿的 是不是 咱们热热闹脑的 走曲儿 咱们热闹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